画错了你就记起来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给各位看 选完之后请你给他一个角度 -15 Enter 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给15度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再复原一下 如果你给的角度是15度的话 那就怎样 就会刚好是选一个面 后白键 然后走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今天给的是15度 Enter 会怎么样 翻出来 就这样 OK 所以请各位做一个动作 旋转 选面 然后空白 或者你干脆倒过来选 你先选右边再选左边 就倒过来 手指头就往这个方向 OK 然后角度-15 一样的方式 这边也是一样再旋转 旋转之后选这个面 然后请你怎么样 把这个面 在第一点 第二点 然后这时候手要拿出来的指一下 这是正还负的呢 因为我第一点在 第一点在这边 第二点在这边 然后这个方向 大拇指就要指第二点 所以应该是多少 正还负的 负的 负的 应该知道那个意思吧 你就这个地方输入 负15 ENTER 好就进去了 然后另外 另外还有两面 对不对 那另外两面怎么办呢 几个方法 你可以用Chip的按住再转 或者转到什么呢 这边有个东南 变西南 西南这边就看到了 那一样的方法 把这两面把它画一下 然后再画完之后的话 再画什么 再利用西北 西北再转过来 这边这一面又可以看到 你用这个方式呢 把这四个面做出来 那做出来之后的话 要让它往上拔的话 干脆我这边做完好了 选这个面 空白一键 然后一样 1 2 然后选 那这个地方的话 再给负15 ENTER 然后 选这个面 然后再空白 如果从这一点到 这一点 是选这个嘛 所以这个方向呢 有没有 那应该是多少 15还是负15呢 15 正的 对 ENTER 就听你的话了 OK 好 那最后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我要让它尖尖的嘛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这边不是有删除面 或者这边有删除面 删除 然后选一个面 选这个面 选一下 按空白键 就长出来了 它就会把那个面怎么样呢 把它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去掉 这个面的话 把它去掉之后 就变尖尖的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一个脚 一个脚锥了 OK 了解意思吗 所以请各位把刚刚的 这正方体 把它变成了 这个锥形 OK 好 来试试看好了 不过你会觉得说 每次要转来转去 也很麻烦 那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你们先试试看